大家好,今天是2015年10月28号星期四 欢迎您收看纽交所美股报道,我是赵冰金 周四美国股市是消息面众多 但是市场是在铺天盖地的消息面面前表现的比较疲软 三大指数全天均是处于低位窄幅震荡 我们来看今天压倒美股的三座大山 首当其冲就是今早公布的第三季度的GDP数据 数据显示出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是放缓至1.5% 比起第二季度的3.9%是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 并且也是低于预期的1.6% 不过虽然数据不理想 但是并没有对股市造成特别大的冲击 第三季度最大的拖链是在企业库存方面 而预计这种拖链会在第四季度购物季来临之际 消退 另外今天疲软的GDP数据 结合昨天联储偏鹰派的言论 或许会让联储的加息日程放缓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安抚了投资人对于年内加息的担忧 再者今天市场的低迷还与技术回调有关 昨天在联储会议结果公布之后 道琼斯指数高收近200点 而其实联储发布的是一份偏鹰派的报告 所以市场是或多或少的有一点头脑发热 出现了超买的现象 所以今天投资人也是冷静下来 市场微调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而在其他经济数据方面 周四例行发布的申请失业金的人数略好预期 但是二手房的销售指数不及预期 所以总体来说 周四美股大盘油价金价都是表现低迷 道琼斯公益批准指数下跌23.72点 报17755.80点 跌幅是0.13% 标普白指数下跌0.94点 报2089.41点 跌幅是0.04% 纳斯达克松果指数下跌21.42点 报5074.27点 跌幅是0.42% 本交易日 纽交所成交了8.48亿股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了17.6亿股 交易量处于平均水平之上 今年纽交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 前三名分别是美国银行 Ride Aid 以及辉瑞制药Pfizer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 前三名分别是苹果公司 GoPro 以及半导体生产商NXPI 隔夜中国传来了一则重磅消息 中国政府在实行计划生育30年之后 正式的全面放开了二台政策 而且也为华尔街带来了商机 众多的与儿童食品 儿童用品相关的公司 是迎来了一片曙光 大肆宣扬二胎概念股 受到该政策的影响 婴儿配方奶粉的制造商美赞成 日用消费品的制造商宝洁 以及金百利等等 都是有希望在即将到来的 婴儿潮当中获得巨大的收益 受此消息的影响 以上几家公司的股价 均是大幅度的上扬 我们再来关注 成绩许久的博彩板块 今天的却是火爆异常 主要是受到业绩利好的 美高煤集团的提振 而除了业绩好预期之外 美高煤还宣布了设立不动资产基金 这也是为博彩板块 以及房地产板块 都注入了一针兴奋剂 因此今天赌场 概念股像是永利酒店 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 都是纷纷股价上扬 今年年初至今 医药界就不断地传出并购的消息 比如制药企业 FV收购抗癌制药商 Farmer Cyclic 以及传得沸沸扬扬 但是最终没有成功的 Mylon Tiva Purego的收购三角链 那么今天又是有消息传出 Pfizer以及Elegant考虑合并 倘若合并之后 相信是医药行业的一次大洗牌 但是今年Pfizer的股价 是出现了高开低走的现象 另外我们再来继续跟进 生物制药公司Valiant Pharmaceuticals 面对近期 外界对于Valiant的种种非议 公司的最大股东 Bill Ackman 以及其旗下的潘兴广场 是将会在明天 也就是10月30号的上午9点 举行投资人的电话会议 决定基金是否要继续在Valiant上的投资 那么潘兴广场 是有25%的投资 都是押注在Valiant这支股票上的 显然Bill Ackman 已经是接到了投资人的压力 那么倘若潘兴广场退出 对于Valiant的投资 将会对于该企业造成更大的冲击 今天Valiant的股价是小幅作收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报道 感谢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